來 先試試看 大牙 大牙 來 真的欸 我們不過來跳舞 月薪數十萬 好不好 好 介紹一首最喜歡的歌曲 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今天普普風的代班DJ 我是大牙 牙齒的牙 不是文雅的牙喔 今天要為你介紹一首我很喜歡的歌 它是雷鬼風的 歌手的名字叫Rihanna 他是一個算是新人吧 但是他非常的厲害 他在美國那個標榜排行榜裡面 他這個禮拜就已經到第三名囉 然後這個MV大概是在介紹說 就是大家很開心的在舞池裡面跳舞啊 就是不在乎別人的眼光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的在玩樂 然後跟著節奏在擺動這樣子 接下來要請各位觀眾拭目以待 他的新MV吧 GO 不錯不錯 有機會 他有機會對不對 而且他就是不會怕鏡頭 然後可以自己講得很開心這樣 對 那樣大方自在 對 什麼樣的人不適合戴帽子呢 像我就沒有啊 像我就不適合戴帽子 因為臉比較圓 我就戴過 然後就 欸 你是滿胖的 你下來一下 我跟你講 臉圓的人還滿適合戴這個帽子的 臉圓的人不太適合戴這個帽子 像我臉是屬於比較圓的 我就比較少戴這種帽子 可是戴這個帽子 其實它是可以修飾的 試試看 但是你可能 可愛 可愛啊 可愛啊 歡迎廖天丁秘雲正常 你正常看還是 Check it out 因為你們流行in house啊 這個節目 是相當帶動流行的一個節目 而且受到相當年輕朋友的主幕 我再介紹OK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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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弟 那因為學生朋友啊 總是荷包比較緊 所以要怎麼樣省錢 然後這樣搭配 然後又不會失流行 又不會讓人家認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啊 在現場要教大家一些 小小的搭配方法 那我覺得 其實就是跟所有的那個妹妹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跟所有同學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因為 其實你的衣櫃裡 也許沒有那麼多衣服 但是也許你只要有幾件衣服 你就可以搭出一整個禮拜一些不同的感覺 對 譬如說我們今天準備一些衣服 來… 所以就好麻煩你了 這就是幾件單品嗎 對 應該是今年春夏 就是大家很喜歡的一些單品 譬如說今年春夏 一定要有這樣子的 風格 還會不按的fisher 然後像它這就是用 就像很可愛 米奇樓鼠也很流行耶最近 對 其實現在已經回到那個 夢幻純正年代 就是Mickey Mouse啊 唐老爺 然後甚至現在有那種白雪公主 Disney系列的整個 就很多人都很喜歡 這很酷喔 對啊 然後還有這種小裙子 小短裙 那這小裙子就做一些那種 亮片啊 對 亮片 然後做一些那種仿舊的處理 這樣就是看起來 今年很流行這樣子 有古著感 每個女生是不是都會 有一條牛仔的小短裙 一定要嗎 對啊 通常一般女生一櫃裡 都會有牛仔褲還有牛仔短裙 然後這邊是今年夏天 然後就這邊有一件 然後還有這個 能幫我介紹一下嗎 深V0的這種 深V0 絕訪 然後那種是惡靈的 一個可愛的小細編帶 這個很好搭 因為裡面比較搭的小可愛 你可以把它穿得很帥氣 但是也可以穿得很性感 它可以很收鞋 然後它也可以很性感 然後它也可以很暴露 然後它也可以很保守 這個看起來很暴露耶 真的 對 但是它裡面比較搭得好 後面其實它就是 它其實就是一片布這樣子 對 唉唷 這個穿這個夭壽 這個你可以去逛街 或是派對都非常好 但是像今年 就非常流行這種穿法 就是譬如說像 你們看 在哪一位 有人穿背心嗎 譬如說像那個大雅那種背心 現在就還滿流行 要它過來套一下嗎 可以嗎 大雅麻煩 就譬如說像這樣子 就是如果大家年紀很小 然後不想要那麼暴露的話 其實有這樣子一個背心 然後直接這樣子把它綁 它也是呈現出來 就是一個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感覺 而且今年還滿流行這樣穿的 就是譬如說你家裡 有那種蕾絲背心 然後你不敢單穿 就可以裡面穿一個這種 Tank Top 就是這種白色的一個 比較運動一點的 坦克背心就可以了 唉 不錯耶 這樣子 對不對 謝謝 謝謝 要拖一下好好的嗎 要 就是建議大家可以這樣穿 好 拖下來喔 那個背心也借一下喔 接下來放我們這邊 趕快有閒絲 閒絲耶 閒絲 好 接下來 然後還有像是這樣子的一個 背心它就是比較 學院風一點點的 所以它就是 對 就是今年秋冬 還滿多學院風的東西 那像大家在念書啊 而且現在天氣今天變冷 像這種背心真的很好搭 你搭長袖 或者是你搭短袖 或是搭背心小可愛 它都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這種我也覺得 還滿必備的單品 這個比較帥氣 對 帥氣 然後小可愛囉 小可愛 像這個就可以搭在這裡 對啊 就可以搭在這裡面 也可以搭在這裡面 也可以搭在其他地方 小可愛是不是每個女生也會有 對 然後小短褲 我覺得就是各位少女們 很適合這樣子的小短褲 反折 對 就是可能你有那種氣氛褲啊 然後你把它反折 就可以穿起來很可愛 然後你可以搭配球鞋 就是會覺得很休閒 可是有的時候要去Party的時候 搭配一些短的小高跟鞋 看起來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會是小襪子 還有的呢 還有這種 大家應該都有吧 少女們 卡車司機帽 卡車司機帽 都有戴啊 對啊 少女們一定要有這個 卡車司機帽 這種網帽 這也是最近幾年才流行 對 這兩年特別流行 這樣子的帽子 然後一開始是那種 比較HIPHOP的男生在家 然後到後來就各式各樣 然後二手複補的也都有 還有這種鴨蛇帽 這種 就小偷 這比較屬於造型 這比較造型嗎 對 有沒有沒有這個 應該很多吧 很難買嗎 很難搭 像我就沒有啊 像我就不適合戴帽子 因為臉比較圓 我是戴過 然後就 每次買帽子就很難 我們下來一下 我跟你講 臉圓的人還滿適合戴這個帽子的 臉圓的人不太適合戴這個帽子 好像我臉是屬於比較圓的 我就比較少戴這種帽子 可是戴這個帽子 其實還是可以修飾臉 試試看 但是你可能 好可愛 可愛啊 歡迎六天丁 麗玲現場指導 你是不是這樣說 而且 你有沒有覺得已經 就是他戴上這帽子 整個就有整潔了 已經把它整潔掉了 戴雅 這樣的話 你還會覺得他穿的差嗎 這樣已經潔掉了 真的 一頂帽子點綴一下 而且你知道這帽子 對 正好跟他今天眼影的顏色 是一樣的 這有連妝都要搭配 對 這樣子 你就會覺得很整體的感覺 而且結了 因為你本來這樣子 會太女孩的感覺 然後戴上這個 這個就可以中和一點 比較中性的味道 那可以借他戴嗎 不可以 我們要搭配啊 我們要搭配是不是 那頭髮很好 什麼不可以上頭髮 定做啊 我怎麼在戴 對啊 還有還有 像是皮帶其實很重要 皮帶超重要 就是皮帶 我記得我在那個十五歲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皮帶很重要這件事情 但是我現在覺得皮帶真的是很重要 我現在就不細了 對 大家都通常不太吸皮帶 但是皮帶它可以為你的整體造型 做很多的改變 像這一條就是它比較party一點 它上面有這種水鑽然後金色 金色到今年的秋冬都還非常的流行 所以大家可以選購一些金色 還有時效性嗎 對啊 就是金色這種東西啊 就是很流行 但是大家不能亂買 就是不能買那種真鮮金色 那你如果你想超市 就從鞋子裡腰帶或是包包開始 真鮮金色就是N.C.HAMMER 你覺得老手就是那種 那好歐斯科 然後還有這種 這是同學啊 這給誰穿啊 其實可以拿來當小可愛 可以拿來當小可愛 這暴露狂才穿嘛 可以拿來當那個小可愛啊 小可愛這個會飄耶 去電腦 飄的怎麼辦對不對 然後裡面還可以再搭其他的東西 還可以搭哦 對… 裡面再搭一件 微光蟲 別多扇 automatically 說一個비基尼之類的地方 對啊 穿一個 blocks 好的 好 這就是這些帶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用現場來搭出去 可以嗎 就是要稍微搭一下 對 因為大學生禮拜一到禮拜五上課時間 如果衣櫥只有這些的話 可以好好搭一下嗎 如果你只有這幾件單品的話 究竟要如何搭配呢 Check it out 好 那今天星期一的話 就是很... 怎麼 趕快... 好 星期一比較輕鬆 因為大家剛剛放完架 我們就直接T恤 牛仔褲 搭配這個帽子 它就是可以是一個感覺 可以穿上去嗎 比較帥氣 穿上去可能要很折 就這樣不要自己穿喔 因為其實穿上的時候 心情都會比較不好 然後你也沒什麼形式想要打扮 心情就會比較不喜歡打扮 然後戴個帽子就低調 就是低調一點 還低調 上學還低調什麼 對 雖然說低調 但還是有亮片這樣 真的 然後其實這樣很簡單 然後搭配一個小小鞋 就很輕鬆 喜不喜歡這種感覺 喜歡 我覺得這接受度很高 對啊 這個就是大家接受度很高 10樣子的搭配 還挺隨興休閒喔 Check it out